我和她租了一間一百七十元港幣的酒店 那位伯母就說 200元的酒店你給我煮得不行 可以說 你香港稍微好一點的屋苑的管理費 已經足夠這邊半個月的生活費 所以我覺得這個遷移是很值得的 晚晚七點體容易 玩區生活 So easy 玩區生活只要多一點 實在很容易 今集來到紹興找好食物 推薦一間本地人都來的 特別是天氣冷的時候 很多在紹興生活的朋友 如果說有朋友在香港過來這邊 你要帶他去找食物 這一間非常地道 在端州裏面 現在就是端州的二路 身後這邊就是我們的中國郵政 和黃江中隊 如果你定位可以找黃江中隊 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一會兒進去這間雞煲 據說是很有名的 我們來看看 你一看這些洞洞洞的位置 你就知道絕對是非常地道有風味 今晚約了Francess吃晚飯 我說天氣冷冷的 不如去打火鍋滾一下 他說不要去滾了 今晚有一間回味雞煲 叫做崩崩 我們去煲炭 這間是非常老字號 聽說很多人 看到一些炭爐在這裡 即場暖粒粒 嘗試一下 這裡有獨菇一味 就是做雞煲 我們走到這邊看看 可能來得比較早 還未有這麼多人 我記得想試我們夏天來的時候 很多人 已經在說一年多前的事情 這些就是我們的路邊小店 大榕樹 今晚約了很多朋友在這裡吃東西 我們過來這邊看看 停車建議你們在外面 每一圍都有一些炭爐雞煲 很棒 你看這個環境 你就知道是地道的東西 稍後我們點完雞 上菜 大家再試試 好嗎 等等 先點好這隻靚雞 今晚我們介紹了一個很漂亮的雞煲 當然請到我們在小慶這邊 一個很尊貴很重要的客人 就是Kitty姐 你好… 先點評一下這個環境 和這兩煲食物 我第一次來 想不到在大樹下可以吃飯 在小慶吃雞從來沒輸過 還有今晚很特別 還有鵝煲 雞不夠,我們就加了一隻鵝 不過鵝這邊真的很划算 我們昨晚吃飯 吃了一隻鵝 綠尾 有湯、有炒、有蒸 350元 請你把地址說出來 讓我們小慶的街坊知道 叫做鳳溪 鳳溪 對 我們昨晚16個… 是頂湖的… 是頂湖的 16個人吃飯,吃了970元 十多元 16元 老實說,這件事在中山不會發生 我們吃了有魚、有湯、有鵝 有豆腐、有菜 雖然不是很名貴的菜式 但是真的16個人吃得飽 所以其實在這邊 菜也好,雞、鴨、鵝、鵝、魚 這些好吃的 就當然了 對… 基本上沒有輸過 正如你所說 沒錯 沒有輸過 前一陣子,我香港很多朋友上來玩 跟他們吃米粉 我已經跟他們說了 20元一碗米粉 你吃不完 對,有些是否15元是中號 18元、20元 那間是8元、10元、12元、15元和20元 你是拿了一個豪華飯 20元 他們叫20元 我說你少點米粉 你吃不完 他說不會,有多大碗 20元 誰知道真的來到 他只餘下半碗米粉 不是不好吃的原因 是飽了,吃不完 還有,我有些朋友來 我跟他租酒店 我跟他租了一間 170元港幣的酒店 港幣 港幣 我們是用香港的網頁租的 那是170元 那位伯母就說 200元的酒店你給我煮 可以嗎 那我說我上去看過房間 你是自己… 不是上網 Kitty姐是… 真的很照顧朋友 她是自己親自… 我親身上去看過房間 我才敢幫朋友租 那我說 包你滿意 那真的… 伯母來到後很滿意 兼這間酒店很好 那他們離開的日子 就給了一輛酒店車 送他們出東站 嘩… 你又說一下名字吧 因為這些又是我們 韶慶攻略的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那裡是叫… 水坑中國電訊對面 這間酒店叫撲錫曼 撲錫曼 是的 它是全新裝修 開了一個多月而已 那適合很多香港朋友 回來這邊的時候 因為都是新區多的 是的… 所以你住那裡是對的 住那裡是對的 相對來說是近的 那裡是近的 相對來說是近的 所以這幾間酒店 吃晚了 香港朋友來到紹興 其實我真的很想問你 你是不是帶他們去行頂湖山呢 不是的 他們對旅遊是不感興趣的 每天都去購物 吃東西 你沒有聽錯 還有你沒有聽錯 是香港朋友來到小夕 是去購物 他們去超市 是… 他們去超市是去買麥皮 這些其實怎麼會在香港沒有 那樣真的沒有 麥皮 是… 香港是沒有這些的 我以為這個是外面的傳話 不是的 他們是每個人都買兩包酒 而且超市有時特價 是18.9一大包 還有一些圓筒的 我現在早上吃這個 是 又要去血脂 他們是很雀躍的 就在超市買果仁 買麥皮 我有一位朋友就買了枕頭 他說在內地買枕頭 多選擇 價錢便宜 真的睡三年扔掉它就算了 這些其實以前我們去香港買東西 是嗎 買到一些特殊的時間 又打折 是… 但我想不到現在 居然是香港朋友回來 你們來兆慶的超市 是送貨的 你現在在說這個狀況 有 他們來是一個小行李酒 就是兩個行李 就是一個行李過來 就兩個行李回去 又買那種花雕酒 煮菜用的花雕酒 那類的酒是嗎 因為香港買的那種 也要二十多三十元 這邊買八元 他們還要說 那種酒比香港好 煮菜用的酒 那這個我不知道 賣除旁邊的飯菜香的可能性 因為我沒有在香港買菜很多年 所以我不知道 那我帶他們去頂湖山腳的街上 我沒想到他們買那麼多東西 那裡就賣粽的 粽就一定 粽就六隻六隻地買酒 那這邊因為很便宜 十元一隻 是五百克的粽 有鹹蛋有豬肉 還要是真空保鮮包裝 保鮮包裝加一元 還要買果皮 因為頂湖山腳有一間果皮 在新匯有個果場 那我朋友試過買那次 就說很好 這次回來特地再買 又買五指無徒 我是完全想不到他們買這些東西 買青腩 吃青腩 全部都是… 我覺得這類單人用的東西 因為他們說香港 現在很少買這類東西 因為香港現在舊式街市 可以說是比較開始色味 超市是沒有這些… 沒有這些類型的東西 對,還有湯包 它都是小小包、小小包 就不及在這邊買那麼新鮮 例如他們買爆黃花、菜肝 五指無徒、紹實 是… 他們真的一斤一斤地賣來 就可以拿回香港 沒錯,我是想不到的 我們兩次都是在頂湖山腳 買完粽子就回頭了 你是硬要把純環團變成扣筆 是與我無關的 他們要求購物 其實這種是令他們覺得 第一個好處 第二個材料新鮮 所以回到兆慶這邊的生活 或者他們還沒回來這邊的生活 他們就只探望你 他們純粹探望我 對,還有一個朋友就做牙 就在我家附近做牙 他說因為香港洗牙也很貴 他就剝了一隻牙 要種牙 有一個要塗牙筋 要下牙套 他就發現這邊是很便宜的 還有那個… 是令你放心的嗎 放心 他說絕對乾淨 還有醫生很小心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進來 本來想剝牙 但醫生一量他的血壓 就說他的血壓高 不可以剝 那一毛錢也沒有收 所以以前大家對內地的印象 會不會被人騙 被人騙 踩坑中毒 其實我相信就算沒有Kitty姐帶著 你就自己出去走 我也沒有帶下去 我只是告訴你哪間牙 她自己進去而已 對 所以其實也會比較開心 哇,很吸引 還沒訂閱我們頻道的朋友 快點按訂閱 那就不會錯過更多精彩內容了 我們繼續去片 還有我還有一個伯母好笑 她知道上來之後 她很穿弱地 拿了她要改的衣服拿上來改 我知道這邊一定對香港很平 對 對,她拿上來改短… 即是車車的衣服 她說很划算 收到多少錢 12元 哇,我聽說香港一定是… 上40元、50元 因為這件事我從中山發生過那次 對 還有我跟他們… 他們要求他們行街市 我帶他們行… 街市不是超市 不是超市 坑口街市比較大的 他們買了臘腸、臘肉 他們說很漂亮 就買了很多蓮子、百合 那些煲湯材料回去 他們說是… 便宜香港很多 所以回來這邊 逛街市可能比逛超市更有意思 我昨天有個朋友還買了獨子蒜 甚麼 蒜頭 噢噢 即是獨子… 一粒粒那些 是… 香港賣得很貴的 他們買了兩斤獨子蒜拿回去 所以如果你喜歡煮食 你一定不能錯過這邊的街市 因為中山也有沙江區 也是買很多這些… 是… 我終於明白為甚麼 那麼多朋友喜歡去那裡走 它的熱情甚至乎超越了山寶超市 還有他們發現這邊的水果 是比香港便宜很多 譬如我們買石樓、火龍果 香港可能真的要運輸 所以來到香港 你經超市 可能已經是… 幾天後的水果 但在這邊是很新鮮的 他們吃完之後 想找回那一攤 再買帶回香港 未必有 找不到 我相信Kitty姐的這番感受 是很細緻地、直觀地告訴大家 其實回來內地、回來大灣區 你的生活 其實不僅僅是品質提升了 即是生活所需 而且成本會很低 相對香港來說 其實是… 可以說 你香港稍微好一點的屋苑的管理費 已經足夠這邊半個月的生活費 即是在說1000-2000元而已 我有些朋友在交2000元管理費 我們在這邊都是大概4000元一個月 那你交管理費等於我半個月的生活費 你已經是出去喝茶吃飯的 對… 不是自己煮的那一款 對 那你在這邊又有沒有跟你同樣在這邊生活 又結識到兆慶的其他圈子的朋友呢 我們有一群是從加拿大回來的 那我們經常都有聚會 那…真是… 有人經常約去旅行 我上兩個月才去完重慶 去了長江三合回來 那早兩個禮… 就是這邊的朋友約在一起嗎 這邊的朋友約在一起的 那我們現在計劃明年我們可能去新疆 這些不是就是… 就是叫做回到這邊的生活 第一個環境很大 又可以有… 大家都是剛好退休回來 有空可以約去玩 還有還有一樣很奇怪 就是在香港我們很少去別人的家 因為每個人的家庭很小 很難招呼別人 但是在兆慶這邊不是… 喂…上你家庭坐吧 那樣… 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就是… 你空間大了 真的有張很舒服的梳化 還有餐桌 這樣大家可以… 你可以展示你的廚藝 不是,我們叫外賣都沒所謂 但是你起碼有一個地方 我們香港平均是住… 就是四百多尺至六百尺左右 你說真的招呼十多個朋友 是很困難的事 但是這邊我們真的經常都聚在 上你家、上他家的樣子 對,那聊聊天 今天約去哪裡吃東西 就是一個很開心的生活 我們現在預計明年四、五月之間 我們就去武漢大學看櫻花 這個櫻花招… 而且搭高鐵去,對嗎? 是,搭高鐵去 是很興奮的 基本上到這個時候 很多人就會去到那裡 要計劃明年四、五月要看 因為武漢大學一定要上網登記 好像要預約進去的…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 我們保守估計最少八個人去 已經成團了 已經成團了 今年我在這邊 我去了十二個城市 是嗎?有哪幾個? 上海、蘇州、杭州、中山、佛山、重慶、武漢、 荊州、印絲、廣州、深圳… 還在哪裡? 數一下 你已經很厲害了 你居然在背後… 珠海 去了十二個城市 我老公更厲害 我老公還要給我多四個城市 難道他有自由行去嗎? 因為他們… 男士自己去的,我不跟他 是… 他們去了廈門、垂州 對,去淮南那些… 所以整個過程 你會覺得在這邊的生活是… 即是對比以前在加拿大 是 做事了,沒得說了 加拿大就你沒可能… 尤其是如果你住在加拿大 你回到亞洲區旅行 你也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多倫多出發的機票 是真的比較貴的 但是扔轉現在我在兆慶做出發點 我就去哪裡都可以,而且便宜 就算我回到香港飛上海的 也是便宜的 但是換句話 你如果在多倫多飛上海玩 你把機票也不便宜 那就肯定了 這個距離遠了那麼多 是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遷移是很值得的 尤其當年隔離了二十… 總共你是幾十天的了 二十一加二十一 最後小區又隔離了 我差不多去年全年隔離了五十天了 你會看到… 現在相信很多朋友都會覺得 你當時做的這個決定很英明 初初會覺得我不知為何 很多人說不明白為何 但是現在來說 譬如我叫… 現在我的房子已經可以裝修了 開始安居了 我們真的天天想想明天去哪裡玩 我只是很羨慕你的生活 所以我現在要更加努力地做一些退休 變成像你和Angelo哥一樣 這麼開心的生活 其實我們… 環繞我們身邊很多退休的香港人 和加拿大人在這邊 那… 大家都覺得很開心 我聽聞說今年有三千戶香港人 過了來收樓 過了來這邊收樓 過來紹興收樓 是的 但過不過來生活不知道 因為有些人還未退休 但收樓就聽到有三千戶收樓 所以快點聯繫我們 如果想要回來紹興大灣區 中山、珠海生活的話 我們也會有很多很詳細的計劃 幫助你從進來 到租房 到買房子 到裝修一條龍 因為遲些Kitty的房子 很快也都可以開… 即是應該已經過了好幾個月 就有得看了 暫時Francis告訴我 要5月31日 因為大拆 我連廁所場、房間的場也拆掉了 我們很期待到 一起去你家裡參觀一下 我一定開派對 已經成為我們紹興的 一個很好的集據點了 希望今期節目 大家可以感受到 回來這邊的生活 是很開心的 我們也會努力地探訪更多 因為不同的人 有不同自己的生活模式 是的 Francis是一種 可能你是偏有更活躍的外向 但也有很多是比較安靜的 有些是偏有地走的 我們會採訪不同類型的模式 的大灣區生活 令大家對於回來的灣區生活 更加有信心 更加願意落這個決定 回來這邊 看看 先走一走 下期再跟大家分享 更多更精彩的內容 謝謝Kitty姐 再見 再見 拜拜 灣區生活之多點 看樓找容易 在這段時間 很多香港的朋友 回來內地看樓 有參加各種看樓團 也有自己回來這邊 內地樓盤去看樓 在這裏 Mango推出了一個 定制化的看樓路線服務 希望可以幫到你 定制化是根據你想要看的樓盤 我們和你提前商量好 規劃好 去哪裏看 而且過程中 還會安排你中心的美食 一家人 或者帶來幾個朋友 過來這邊 就可以很針對性地去看樓盤 看周邊附近的情況 而且我們的事業顧問 會為你介紹清楚 周邊的發展規劃 現成的情況 以及介紹這邊有哪些人群會買 適不適合你 因為買樓來講 不同的價錢 都有非常多不同的選擇 究竟哪個才是適合你呢 是否純投資 或者純自住 或者是買公寓 還是買住宅 還是先租 還是後買 等等的這些情況 我們會根據每個人 不同的情況 給你不同的建議 以及全程毫無壓力 大家好像朋友一樣 輕輕鬆鬆 在一天或者兩天的時間裡 將你想要考察的樓盤 我們一起去看清楚 所以在這裏 誠意呼籲大家 參加我們的看樓團